各位市長武安 我是生活科技學科中心的研究教師 望殿傑 那今天來為各位分享 我們生活科技的課程地圖 還有108課綱的一些 具體的教材教法的一些改變 那右上角有一個QR Code 是我們學科中心這兩年來 所做的一些有關新課綱的推廣 然後其中有課程示例 素養導向的教材 然後還有加深加廣的課程示例 多元選修的示例 那這邊有蠻多的資料 如果與會的市長有興趣 可以參考 那首先為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是科技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每個人生活 都在科技的一個產品或環境當中 所以每個人對科技的認知 是從自己的角度來做思考的 那在生活科技這個學科要教的科技 那我們所有的定義是什麼樣的方式 這邊有一個圖 那大致上我們會用那個人 在為了適應環境生活 然後會做一些器物或一些方法 應用一些這種程序 這樣的東西叫做科技 那它在這個具體的產物上就是一個器物 這個器物是一個科技的產品 那這個器物怎麼形成呢 它可能有一些學科的知識 程序 加工的技巧 材料 所以那邊有一個資源跟技術的一個 橢圓形的框框內 這些內容是我們要在這個學生學習生活科技這個學科 帶給他的 那事實上我們學分數是只有兩學分 那我們是一個強調十做課程的學科 以一個兩學分三十六小時 然後強調做中學的學科來說 我們的時數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件事情讓學生做學習 這是一個新課綱跟過去以往那個生活科技的 以知識面向來做設計的課綱是不一樣的 那具體而言我們一個學科的本質有一個圖 叫就是像這樣 以作用想三個字為核心 那很刻意的把作擺在前面 因為我們學科的一個學習的歷程 它是非常重要的 學生要透過實作去學習他的一些知識的整合 以及一些跨領域的應用 那其他的層面 譬如說技能 能力 情意 知識這邊 這是我們學科他所在意的一些內容 各位市長可以參考 那這邊是我們的高中課綱的一個課程地圖 那我們具體而言是形塑學生的科技素養 那前面上面的部分是四個面向的學習內容 這也就是我們課本教科書可能裡面有提供學生的知識 或者一些能力 或者是操作技能 那我們要形塑的科技素養 如果把它分為作用想三個層面來看的話 具體而言的學習表現我們把它叫做設計思考 那這設計思考是一個比較抽象的事情 它裡面它可能需要知識 需要技術 然後它要透過一個情境下去學習 它才能去學這樣的能力 然後有這樣的學習表現 所以分別在作用想的地方 我們有著重不同的層面的學習內容 可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做事情這件事情 我們國中跟高中都在做專題 都在做生活科技的一些實作的作品 那它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也是在領域 包括我們學科很多現職老師 它可能對星課綱的一個解讀會有困難的地方 那大致上各位老師可以把做東西這件事情 想成有創作跟有設計這兩個層面 創作可能我們提供學生材料 一個觀摩的作品 它可以透過技術 透過應用的方法 透過它的那個表面的那個處理或表現 它可以自由發揮 這種創意設計它是比較屬於國中階段 我們在讓學生設計製作學習的方式 那高中我們這邊比較在意的是 學生有沒有用到知識 有沒有做一些判斷 它的那個設計思考能力有沒有去展現 所以我們高中強調的設計製作程序 這個叫做工程設計 那這個也是我們學科未來 對學生升學上最重要的一個 學系學群的一個未來 它可以參考 它可以那個試探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 一個興趣的一個過程 那這邊提供一個我們學科在所謂 對實作專題這件事情的一個定位 那基本上我們的學習內容 以領剛來說就是六行制 這六行制裡面你要教什麼東西 是限制老師他可能會比較 會覺得模糊的地方 那各位老師如果對那個創客活動 或者是一些看工藝產品 或者我們一些文創產品 可能對設計製作這件事情 會認為就是把一個東西做得好看 那我們在高中 其實我們要做學生做一個專題製作的話 他應該要把這個科技的內涵 該有什麼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部分的設計製作 才是我們要學生學習的 所以我們的主軸 就不管任何產品 其實它有三個成分在裡面 一個是結構設計 一個是機構設計 一個是機電控制 那科技的產品 它主要的成分 就是大概都是這三個層面 所以我們在有限的三十六個小時內 提供學生實作的活動 應該就是以這種主題式 專題式在結構設計 或機構設計 或者電控設計 機電整合方面 做一個實際的活動 讓學生去做學習體驗 而不是過於發散 或者是各位老師經常可能看到 雷射切割一個飾品 或者3D練一個公仔 這個很新奇 很吸引大家 那教這個東西 那它可能不是高中生活科技要的內容 那這裡跟各位分享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這個學科對學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我們其實有將近百分之25到30的學生 未來其實都會念工程學群 那在高中階段跟工程學群 最有相關的學科就是我們科技領域的兩個學科 就生活科技跟資訊 那我們大概會有每年近五萬個學生會 所以這方面的需要試探或探索的學習機會給他 那過去我們學科的教學 在國中階段一直不是很正常化 這是事實 那近兩年來說 尤其是在新北市 它對生活科技的教育 真的是推廣的特別的那個前面 那這跟學生的需要是息息相關 那高中為什麼要強調理論導向 或者為什麼要做工程設計 其實跟現在的教育趨勢 就是Steam或Stand 這樣的關係是有相連結的 就是我們具體而言說 設計這件事情 如果學生他有知識 他能夠判斷他用什麼方法去做這樣的東西出來 這樣的設計是比較有意義 而且他能夠比較能夠創新 未來他科技的那個層面 他能夠創造的改變也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希望學生他能夠整合 他在國中或高中階段學過的一些學科知識 那所以在教法上我們就希望 他能夠做一些工程設計程序的學習 也就是他可能透過一些探究實驗的活動 去學習這個實作過程 他可能需要 譬如說機構可能需要一些力學的知識 或者一些流體力學的知識 這些我們透過一些小活動 讓他在設計前面的前導階段 他能夠先知道怎麼樣的設計方式 什麼樣的原理會讓這個過程中 或者讓他這個產品會更好 那在這些專題我們就安排這樣的 所謂跨領域的standard探究學習 那課程的設計我們也希望老師們能夠關注 他這個主題 他可能會用到有一些相關跨領域的知識 他可以安排什麼樣的活動給學生 那這樣的歷程之下 學生去做一個簡單的研究 然後去做一個設計的分析 然後去做一個好壞的判斷 所以這邊提供一個案例是我們學生做機構設計 他會做一些實驗研究 然後最後再去具體的做出一個作品 這裡是我們的課綱 有關於課程 加正教掌課程的部分的一些進程的參考 實際的課程 各位老師可以透過一些畫面 可以大概了解我們是怎麼做工程設計專題 機器人專題 或者科技應用專題 這些加正教掌選修 那各位老師看這些課程的名稱 都應該可以發現 他其實就很聚焦在學生升學的需要 然後我們安排這樣的加正教掌課程 謝謝